这个大家知道 所有公司和集团 它是还有像英文里边 LLC啊 有限公司啊 是吧 还有group啊 它这个基本的定义 它是以利益和某种范围内的 为商业行动的公司 它是要法人 法人就是说 它是某个人要最终负责任 它是个利益机构 说我当地的法律约束 它这个所有在这个公司 它是跟就公寓组织 就是还有像庙啊 是吧 宗教啊 还有NGO 它是不一样的 说NGO 为什么叫NGO啊 就是实际上非盈利组织 咱是盈利的 我们叫农场 你看这个这个很高啊 农场 你说的叫什么呀 你告诉我吧 它是慈善机构吗 你给我定义 我听听 它盈利机构吗 我们从来没有执照 没有法人 有LLC吗 没有 有集团吗 没有 我们宗教组织吗 没有 宗教组织 宗教都被灭了个球子了 一战二战 都三战都开始了 哪有什么宗教的 生这儿现在就跟药番花子一样 实际上你在谈宗教已经很low了 有很多人拿到宗教会有自己 你好好看看人类的历史 人类从实际时代到宗教时代 封建主义时代 然后到了工业文明 然后到了现在的是资本主义和民主时代 我们今天是叫农场 农场是什么 是来自于天元的 自由的 大自然的 自力更生的 不用交易的 不受人约束的地方 我们叫喜马拉雅目标 首先就是 人家叫接地气 我们叫接天气 是吧 人家叫地气 我们不接地气 我们要接天气 我们是受天机 喜马拉雅上面叫什么 就叫农场 什么叫农场 美丽的 自由的 真实的 自然的 跟天地之间相接的人类生存的地方 叫农场 这里没有统治 没有商业 没有交易 自愿的 农场的另外一个名字 记住在喜马拉雅语里叫什么 大家看看去 农场 是父母和家人 辛勤劳动生活 安家之夜的地方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